大家好 我是MakerPro的總主筆Owen 也是工融充滿人 又到了那個回顧與展望的這個時候 七年前的這個時候就是MakerPro的 網站開始的時間 到了第七個年頭要邁入第八個 這些年了 我們幾乎每年都有進白場的活動在辦 那網站的部分每天都有數千的一個瀏覽 客戶的話也越來越多 從政府法人到現在的話 有蠻多的科技大廠 都是我們的很緊密的客戶 做了不少的事情 也是在這個創客運動Maker Movement的 跟著他一步一步的走到現在 在2021呢 大家都是在疫情中度過 對我們的挑戰就是沒辦法辦實體活動 但是所謂的危機就是轉機 我們把自己的能力轉化到線上 滿足所有客戶在這方面的一個需求 我們透過Meet的形式 透過線上直播 臉書直播的形式 甚至透過GaterTown的結合 蓄勢整合的這種 軍理人物的角色去辦線上的活動 其實反而把更多的人 從各個地方聚集在一起 那另外一個我們今年做的 算是很有代表性的 就是幫Intel辦了一場 AI的創意競賽 我們在這邊也看到台灣在這個新科技上面的掌握 創意實現出來的能力 確實不容小區 所以2021呢 雖然積極夫婦的挑戰蠻多的 但是總結來說還是一個很充實的一年 回顧這幾年來 世界在改變 環境在改變 那創客運動也在改變 所有的那個運動後來也會走到 生活中啊 產業中的那個360行的各個面向去 對我們自己的期許 還是回歸到本業 我們會希望有更多的人 跟我們一起共筆 在這個平台上去做一些 你的知識的一個寫作跟分享 用平台的方式 把這些變成是一個系統 一個可以讓大家更Friendly操作的界面 那我們一直在串聯資源 所以我們接下來也是希望能夠在 媒合這個角度上 我們把專家 把需要往市場走的創客 找過來 我們一起做一些資源上的媒合 讓大家可以更快更順利的走到市場 這是可以做的事情 是我們可以做好的事情 掌握科技就是掌握改變的力量 那我們很希望用社群平台 媒體的角度去散播知識 去串聯更多的有心人在一起 去發聲 去滾動 這是對我們在這個圈子 我們這個圈子的發展的唏噓 除所有的社群夥伴 在2022新享市場 繼續發光發熱